逆向红线围停被查出酒驾上路 事发在7号凌晨2点多 在桃园明泉路的一间KTV前 一名驾驶违规逆向红线停车 没想到警方想要上前规选 驾驶却是高速逃逸 随后在路口撞上了一辆小货车 还有一辆路过的汽车因此遭受搏击 驾驶事后汽车逃跑 不过被带之后 警方是发现他浑身走气 一查酒测值来到了0.77 也被依法送办 一辆白车逆向停在KTV的红线前面 被巡逻远警看到 是要驾驶配合盘查 没想到驾驶夏苗开车从警车旁穿过 高速逃逸跑给警察追 从另个角度看 车才刚到十字路口 夏苗就撞上一辆白色小货车 引擎盖瞬间冒出阵阵白烟 还因此波及到一辆路过的小客车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白色小货车车头几乎全毁零件散落一地 遭波及的汽车同样惨 路过却遭殃 车门板筋严重凹陷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不小 事发7号临车两点多 当时警方巡逻在桃圆明全路一间KTV前 发现辆小客车逆向红线停车 准备上前劝导时 驾驶却高速逃逸 冲撞小货车后还弃车逃跑 警方随后尾随蓝茶逮到人 但这名男子拒绝配合还挥拳攻击 全身酒气拒绝酒册 男子被逮捕后拒绝接受酒册 经医院抽血检验 换算酒册值为0.77 原本只是普通的逆向围停案件 驾驶却心虚高速逃逸 最后被查出原来是酒驾 下场就是被依公共危险罪 送进警局为行为负责 记者林入场团明报导